比較多請問一下 就是在所謂的政治評論是很重要的之外 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們一定在這邊還有所謂的責任者 就是我們希望說 就是預算裡面要花花 因為我們看到馬鈴鐺要花錢 能不能希望 會有人希望他下來 或怎麼樣 可是那 就在參與 就是神醫師預算裡面 那麼大有指標 就是台灣的指標 就有所謂的建築機制的存在 那 那建築完之後 有沒有所謂的客者 或是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安民 或是說客者其實在這種小規模的預算 就是 那麼重要的是 有這種教育的性質 剛剛講的 提到是有更大的問題 那個 我們現在 不論那個是 行政單位 他是 賢民先進 那 民意單位 也是賢民先進 那 參與 這一個的 聰明專頂 他的執行委員 就是 包括特定的專頂 就是說 他的資金委員 是有選擇性的 那 他的那個 選民 也是有選擇性的 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 每人一票的 那種官 就是說他可能 力量比較大的 團體 他的 他的影響力會比較大 也就是說 他 他可能比較容易被掌控 那如果這三個比起來的話 那 那 你怎麼能夠去說明說 那個 那個 公民團體 他的 民主代表 現在的專頂 剛還有一個提到 那 老師您好 我剛 剛 剛聽完您的 演講 當然我有幾個 幾個想法 分享一下 那 就是說 呃 看了一連串的參與 是一專操作過程 感覺想是要花很多時間去投入 然後 那我是在想說 如果政府呢 把時間還 還給人民的話 這樣子參與會更高 那是我的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是 那個指導委員會 其實讓我感覺有點像 公眾成立委員會 那 這是第二個想法 那第三個想法是說 參與式預算的實施 我是有一個想法 是不是可以從大學校園 開始做一個實施 示範或實施 就是說 讓學校的年度預算 那分一點 可以讓學生可以去參與 去 也可以藉由這個過程中 學習 跟熟悉 參與式預算的操作 好 那我以上三個想法分享 謝謝 好 這個參與式預算 涉及到有關 以責任政策的問題 我覺得這問題是非常的關鍵 這也是一般 會用來反對參與式預算的理由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同的模式 我剛剛講的三種模式 有不同的我們去處理 參與式 預算 如何跟責任政策做連結 這個問題 第一位跟第二位所問到其實 都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 人家會講說 因為你這個畢竟還是公部門的預算 是納稅人的企 你即使有一個討論的這個過程 你即使有一個投票的過程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我們的公民 都去參加這個討論 參加這個投票 但是議員說我們一票一票 當然我們可能不是每人去投票 可是因為它是透過選舉的機制 我們去賦予它合法的求力 去決定我們人的預算 我們評審 那你說過去的1500的青年 他決定100萬怎麼花 那很多青年都沒有投票啊 那很多的選民 為什麼我們可以接受 有這麼一群人來決定 而且那個議員的這個方案 它可能是由這個指導委員來做決定 指導委員會不是共同實驗委員會 共同實驗委員會的話 你們要建構這個 根據這個政黨的這個比例 它反映的是 代議民族政治裡面的權力的結構 而去支撐的 然後這個指導委員會呢 他其實是行政所長 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去做挑選 但是你選擇什麼樣的人 來組成這個指導委 會涉及到你的這個 參與主計算會不會有正當性 人家會不會講說 你這個都是有偏差的 所以他所出來的這個題目 可能是偏向特定取得利益的 這個就講到 參與主計算的責任政治問題 第三種模式像波士的理由 誰在負責任 市長在負責任 我把這100萬的這個預算 我編給青年 這個本來不是我政府可以自己編的 我現在讓青年們來做決定 當然也許這個預算 我不知道它是透過什麼樣的科目 譬如說議會要不要去通過 如果議會要通過的話 市民所通過的這六個方案 那它是不是要透過市長對於議會的影響 去讓議會能夠通過這幾個方案 還是這六個方案 就是市長不可以自由支配的這個預算 我們假定是或者是否市長 我有一百萬 尤其一倍計 你什麼樣的這個額度 我可以去支配 我怎麼去使用 我用參與主計算 來讓民眾來參加 如果大家覺得這種方式是不好的 是有意見的 是不公正的 是沒有得到領域的話 那這個市長他在下次選舉的時候 就可能會被選民用選票來做支持 市長負擔緊張的這個責任 市長負擔緊張的責任 這個跟第二個模式是一樣的 我今天市議員紐約市議員 跟我加州市議員 本來這是百萬三百萬 是我市議員 我可以決定怎麼花的 對不對 那我現在用財政預算 讓民眾來參與 大家認為這個不好 你以前決定怎麼花比較好 那你這個市議員的話 可能下次選舉的時候 你會被選人來制裁 有沒有覺得很正設基地 有 因為預算的額度 是行政所長跟市議員 他們可以支配的 如果這個過程不透明 不公正 被扭曲 你知道委員會 都是特定的人群 你選民 可以找人來參加 你要抱那個政治的風險 便許人用大量的制裁 也是個風險 你要負這個政治責任 你敢不敢 又不願意 願意 好 那你就要好好的做 在這個落實裡面 託 民主 落實參與這個原則 讓大家要綿化解 第一個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第一種 第一種的責任政治 那個非常的複雜 那個會是一套政黨體系的面子 因為全市百分之十的人 預算 而且它是要經過預算 要總一算的程序 政府部門跟社會代表 來做決定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要透過政黨體系的運作 你市長 你必須要去說服黨內的議員等等 你要去溝通各不同的這個群體 來支持 這樣的一個方案 譬如它能夠過關 那一樣 既然是你政府部門發動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問題 你也是要扶承認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奏法 那這個其實也是在 下個禮拜 另外一個陳同生老師 他會來主持這個議談 他也提這個想法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有這種程序 現在 假設我們百分之十的全市的預算 在各個區 我們透過討論 我們來決定怎麼分配 市議員會覺得你經過了 我們的合法的 預算的審核決定的這個權利 對不對 而且你依法5G 為什麼各地區的民眾 可以來做這樣的這個決定 也許市長很厲害 他可以議會裡面 他可以喬到讓議會都過關 也許議會把他否決 他就譴責議會 可是大家白忙一場 有沒有一種方式 那我們公投來決定 我們公投 我們各區的會議 民眾的討論 出來了這個預算和這個項目 那我們就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來公投 讓民眾來決定 公投你沒話講了吧 是民眾投票來做決定 我們到底要不要自己比這個預算 也就是說第一種模式的話 它需要非常複雜的政治的這個運動 但是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個政治 就是哪個政黨在執政 你怎麼瞧 讓民眾所出來的這些意見 他能夠轉化指的這個預算 而且在政府部門裡面通過 那民眾會去判斷 你政黨有沒有惡搞 這種方式 是不是有正當性 就會先知道 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撿動多少人 這個餐飲是不是 是充分的包容性 如果你惡搞 那你就會嘗到選舉的惡果 假設資訊公開 第二例要怎麼講過的 那就是行政所長跟議員 他們本身要去執起這個樣子 這不是的責任 所以不是完全沒有這個責任 這個機制主在 剛剛話說 給他問問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先簡單介紹給他們自己 好不好 那再來有了 請問問問題